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0日宣布了二战之后 欧洲最大规模的领土合并行动 称其对乌克兰四个地区掌有控制权 无视基辅方面在美国及其盟友支持下修复失地的努力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仪式上 普京在签署入俄条约前对官员们表示 他们将永远成为我们的公民 他要求乌克兰停止战斗并开始谈判 但拒绝就他侵占的土地进行磋商 此前俄罗斯宣布了乌克兰四地入俄公投的结果 现是东部的卢干斯科和顿涅茨克 以及南部的赫尔松和扎布罗热绝大多数居民 同意加入俄联邦 联合国和许多国家都谴责此次吞并是非法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称 俄罗斯将把自己卷入他给我们国家备战领土带来的灾难之中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他永远不会承认选举结果 选举结果是一个骗局 一个绝对的骗局 联合国总干事古特雷斯也称 这是危险的升级 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反攻中节节败退 普京一直在努力维持长达7个月的入侵行动 本月早些时候 他下令动员30万预备一军人来支持他的军队 这引发了试图避免被派往前线的大批俄罗斯人的出走 29日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担心战争会恶化 大多数人对征召预备一军人的决定感到震惊 即便如此 普京仍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保护俄罗斯 对新获得领土的主权 引发美国及其盟友的严厉报复警告 普京在30日的讲话中表示 我们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卫我们的领土 他没有特别提到核武器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有关核武器升级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 并拒绝透露对吞并领土的攻击 是否符合俄罗斯军规中使用核武器的标准 目前俄罗斯几乎完全控制了卢干斯科和赫尔松 但只控制了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的一小部分 目前还不清楚普京宣称对所有四个地区都拥有主权 还是只对俄控制地区拥有主权 如果把这四个地区全部领土包括在内 俄将吞并乌克兰15%的领土 这是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强行吞并行动 俄罗斯官员正在迅速采取行动 试图将他们对被占领地区的控制正式化 承诺发放护照 并在议会上院任命代表这些地区的议员 莫斯科还加大了对欧洲能源供应的威胁 以削弱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 国有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警告称 它可能会关闭向西欧客户输送天然气的最后一条管道 与此同时 波罗的海海里的北溪管道出现泄漏 引发了外界对破坏的怀疑 以及对其他基础设施遭到袭击的担忧 通过吞并这些领土 普京实际上切断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途径 乌克兰表示 只有在俄军撤退到2月24日入侵前夕的据点之后 乌克兰才会考虑谈判 基辅在美国和欧洲的盟友已经誓言 将继续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财政和军事援助 以支持乌克兰驱逐俄罗斯军队的行动 乌克兰军队9月30日逼近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莱曼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大量莫斯科部队可能被包围在该地区